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毛爽安姐 每年端午节的时候啊,很多家庭都会包这个粽子 但是粽子一次性包多了,该如何的保存呢? 如果保存不当呀,是很容易变质的 今天就分享大家保存粽子的方法 赶紧跟视频起来看看吧 新鲜包好的粽子呢,是最怕闷热 尤其现在的气温呀,是非常高 很容易发生变质 保存粽子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保存粽子 就是你想近期将粽子吃完呢 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干净的保鲜袋 将粽子呢,装在袋子里密封好 把它放在冰箱冷藏室 这样可以保存三天以内 第二种保存方法 这种方法呀,可以保存好几个月都没有问题 我们准备这个保鲜膜 然后将粽子呀,一个一个包裹好 最好是每个粽子呀,单独包裹起来 这样做呢,不会让粽子水分流失 与外界隔离 这样保存的时间呀,也会更长 同时,它的口感也不会变差 我们将包裹好的这个粽子直接放在保鲜袋内 全部装好之后,我们将这个袋子空气挤压出去 之后将袋子打一个结 再把它直接放在冷冻室 那么把它直接放在冷冻室呢,会比直接放在这个保鲜里 保存的时间会更久 通常把它放在冷藏室会保存三天以内 那么放在这个冷冻室呀,就不一样了 它可以保存三个月 而且粽子这样保存呢,它也不会串味 有保鲜膜和袋子的包裹,这样呢,更卫生 想吃的时候直接拿出来蒸一下 和新的口感一样好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保存粽子的方法大家学会了吗 是不是非常实用呢 如果你有刚好的方法呢 也可以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